究竟哪個國家的家用電費是最貴的呢? 是這個截至今年的3月 四個選擇 A. 意大利 B. 德國 C. 日本 D. 秘魯 遠遠拋離了英國 因為我以為你們會選英國 因為英國最近都說 你沒有英國啊 你有一個德國的嘛 我知道 取消禍的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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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放了英國在那裏 你們可能更亂 所以我真的不應該對你們是多好 不覺得啊 超級大門拋 接下來就是臭凍天 快過了 究竟要穿多少件件衣服才暖 很難的啊 不是啊 剛剛看到新聞彈出來說 接下來又會冷了一點 Anyway 好了 究竟哪個國家的家用電費是最貴的呢? 嗯 是這個截至今年的3月 OK 好了 四個選擇 A. 意大利 B. 德國 C. 日本 還是D. 秘魯 好呢? 他又放過日本進去 因為日本是冷氣很小的嘛 即是你馬上會想不會選日本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最熱啊 進去是不是先啊 那些暖氣啊 暖氣可能是耗電量高 不是就是了 死的 一天四季的嘛 一天四季的嘛 夜溫差較大 那會不會暖氣其實耗電量比冷氣大呢? 兩樣都大 兩樣都大 暖氣會耗電量比冷氣 是嗎? 你知道嗎? 這個題目是說大家聊一下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少開暖氣 真的很少 可能香港天氣真的不夠冷 真的 開暖氣太乾和太焗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不開暖氣 其實暖氣我記得是很小的時候開過 因為新年真的只有八九度 我記得我小時候 現在差不多不會 起碼都十幾度 以前小時候有個暖爐 是很大型的一座東西 你如果不小心碰起來會擦傷手 那種舊色那種 橙色那種發光 那種舊色那種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樣?意大利 都知道有聊天嘛 試試看日本 為什麼呢? 你覺得它無端地等 暖氣可能是好 你剛才說開得這麼厲害 暖氣可能真的耗電量很大 你想想其他國家 有兩個歐洲 有意大利和德國 現在想到我們 我想提醒你們 我怕你忘記了 但是為什麼有個秘魯 秘魯? 因為想 可能它是真正的答案 又不頂 又或者我放在這裏 想誤導你們又不頂 他剛才差點答了你 我剛才差點答了你 我會選日本 你會選日本嗎? 現在三個人的玩法 只有這樣 好 日本 日本 我都說是錯的 那你呢? 你怎麼不聽豬姐說 是錯的 你罵我 你罵我 秘魯 秘魯 乖啊 秘魯 夠乖 我不跟我玩 意大利 意大利 秘魯 秘魯 是嗎? 是 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 sorry 我想問一下 我們是有人對的 是 意大利對的 是嗎? 是 是 為什麼呢? 我想是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是高很多 我想說 差不多五毫子美金 一個kw的電量 反而遠遠拋離了英國 因為我以為你們會選英國 因為英國最近都說 你沒有英國啊 你有德國 我知道 我知道 取消禍 不是啊 不是啊 如果我放在英國那裏 你們可能會更亂 所以我問得不不應該對你們是多好 是不覺得啊 不覺得啊 但其實呢 原來意大利是0.56美金 但原來 對於日本是去到0.21的 日本也不是很高的 噢噢噢 即是你現在說電費 即是本身的電費收費 不是耗電量 你就在想耗電量啊 結朱 是啊 我不是說清楚收費嗎 我自己錯而已 我沒有說你錯 你放心 到我了 我們繼續回拿破崙 以下哪一件事 說拿破崙的生平 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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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前進了 是對的 拿破崙呢 很偽 這個不是 一定是對的嗎 是 拿破崙呢 她死是被毒死的 是 拿破崙她的最愛就是 Josephine約失婚 她太太 但她們去動物穴 她只有兩天 所以沒有答案是 那我要告訴你 Josephine是誰 你以為隨便是一個女孩子 最愛 拿破崙又是跟Josephine 她們呢 那個愛呢 是一生一世 只有一個 大家彼此只有一個 嗯 哪樣是不對 which is true 阿破崙 雖然中五的成績不太好 你有讀過 我有讀世史的 我們稱為世界歷史 我記得她在讀死 是驗屍 快點頭髮 發現水銀 我記得 讀死是真的 即是說她是讀死 不知道怎樣 我記得而已 可能是我錯的 所以你覺得讀死是一定是對的 對的 那你說她的愛情 跟拿破崙的愛情 就沒有放入世界歷史 當然 我回答你不到 但是你說很矮呢 她不是說 有的人就平反 為什麼呢 因為說制式不同 那把尺的制式不同 還有 通常有些人說 歷史以來 通常打贏的那個 會寫回 之前輸的那個歷史 寫得他很壞 寫得他壞 因為這樣才可以 顯得我厲害 我們可能讀的那麼多歷史 很多人都會說 哪有可能 呂布也是 如果說說 呂布哪有可能這麼蠢 人們寫得他很蠢 但他沒有可能 因為打贏了之後 寫到他 寫壞他 寫壞他 所以我覺得 A也是對的 那現在叫你 A不對 A不對 所以我記得A是錯的 因為想誣衊他 所以說錯了 誣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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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來都以為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他穿鞋 你覺得他很搶鞋 你覺得他 又矮又小 所以 會不會這個 原來被人誤導了 有這個 即是他本身真的是矮 不是 現在就是 哪樣是對的 總之我問題是 現在你們說到亂小 哪樣是對 差不多臨界點 我勸你快點選 那選A 一起A 你覺得A是對的 即是拿破崙很矮的 是嗎 是 錯 拿破崙不是很矮 那些人傳他 只有5尺2 3 不是 他也有5尺7 我把那樣東西反轉再反轉錯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對 糟了 我自己答了問題 我覺得這個 我剛才不是解釋了 你明白嗎 我是對 我為什麼選A 你明白嗎 不是 我現在不是 我的問題是哪樣是對的 有3個是錯的 1個是真實的 明白嗎 我明白 我剛才想解釋給你聽 其實他不是矮的 是講一個制式 和歷史寫衰 所以我不應該選A 但我突然選A 那你沒辦法 對 就是了 OK 我們現在找拿破崙 差半分 拿破崙是高的 拿破崙是毒死的 毒死的 我記得是 究竟拿破崙是否真的 是毒蜜月去了兩天 還是拿破崙是真的愛他老婆一生一世 會不會是蜂流 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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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你想蜂流 蜂流 你神經病 想誣這些事都比我快 我打算誣你的 你就誣回我蜂流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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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D是真的 現在的分數是怎樣 我一分 你們每人半分 他轉個頭一分 對 鄭宇聰 現在他 我… 我不跟… 不…我跟阿傑可能有好處 因為… 一生一世 現在你還有一條文 是呀 OK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就跟阿傑一模一樣 先來這條答案 一生一世 多 一生一世 這個你覺得是正確的 一生一世 是嗎 是 是 錯 他們兩個各自有情人 很多事 拿破崙不是毒死的 拿破崙是病死的 是嗎 病死的 他的頭髮有水銀 這些是不正確的 都是假的 真真正正的就是 他這麼愛Josephine 但是他為了打仗 他跟他動物穴兩天 馬上回去檢查 原來這樣 是啊 我保持最高紀錄 來 繼續 好 買樓 最後一條 買樓不是有人買得起 所以大家都會選擇租樓 澳洲和英國有人研究 就是對比買樓的人和租樓的人 租樓的人有什麼負面影響呢 會有 A 較容易有分外情 B 較易過度消費 C 教義衰老 還是D 教義有情緒問題 租樓的人 會有分外情 花錢花得多 倉老得快 有情緒病 有情緒問題 會不會是 租樓和買樓的分別 如果租樓的話 你想解釋嗎 我一定不會選這個分外情 我覺得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會不會是B花錢花多了 租樓的人會比較 有機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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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負擔不用太多 不用供那麼多 所以你有機會 你這個調查不是香港 英國澳洲 剛才有說的 英國澳洲和英國 但不要緊 都可以照問 我問而已 問也不能問 我問了一次 我問也不能再問 我不是說你對 所以 C是老嗎 C是什麼 老得快 倉老得快 衰老得快 如果根據這個道理 因為他沒有太多煩憂 他就不會老化得那麼厲害 因為他租樓 那也要賺錢 公子 租樓便永遠 明白 還有情緒 有困擾 情緒問題 情緒困擾 情緒困擾 一年生病 一年死病 一年被人踢走 又要再找 又要再找 這個真 被人踢走 因為有時候 你未必找回同一個單位 那麼大 你之前的單位比較大 你要把那些東西 扔掉 或者放在一起 去那些小的單位 但現在是說澳洲和英國 可能容易找一些 是 是 你怎樣選 那邊的人情緒會不會有好一點 因為他們多選擇 多供應 價錢又不用太高 所以會不會他們本身 情緒與否 情緒與否 對,情緒與否 嗯 這樣 你想怎樣 我選B或者C 我想追過來 對 但我也覺得會花多了 會多花錢 對 怎樣 那是誰 多花錢 B 錯 我選C或者D 我選C C 我選A 你選A 一個C 一個A 是 C 對 哎呀 那就是 我有一分半 那就是一分 阿傑就 你輸啊 哎呀 你為什麼這麼開心 你剛才以為自己輸 我得半分而已 說回來 因為他說 他住了租房子 因為不是每個人能夠住一個 他好的環境 就是租房子的話 通常他們研究 就說 發現他們住的環境 不是那麼好 嗯 所以可能 環境令到他們 容易較快衰老 還有向著租金 要想到租金 是身體裡面衰老 除了外在衰老之外 這就是壓力令到他們這樣 那你自己呢 我沒有啊 挺好啊 那你請什麼吃 想一下 是不是等余迪偉回來 不用了 下星期也要請他 好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下星期五光 剛才幾乎 下星期五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